我們的獨家消息要帶您來看到 這不是什麼廟會活動 是在高雄一家醫美診所前 出現了兩名猛男 就在人行道上開始表演猛男秀 讓入過的民眾看了 好害羞 當時猛男就在這邊跟人家互動 但這條路其實是高雄市車流量 非常大的中山路 有人就質疑了萬一未滿18歲 小朋友看到這麼火辣的畫面 妥當嗎 有人覺得妨害風化 但有人覺得沒什麼 找猛男來跳舞 是一家醫美診所 會這麼做是想幫同事慶生 除了讓壽星留下滿滿回憶 當天晚上員工們也都玩得很嗨 猛男秀過後還算花遊街祝賀 各位高雄的朋友 今天是他生日 店家強調雖然是幫同事慶生 但事先都先跟警方申請入缺 活動是合法舉行 警方也說 干業者辦的活動沒有違法 只是街頭突然出現猛男爆美女 的仰眼畫面 惹人聯想讓人忍不住 多看幾眼也意外成為話題 記者陳林國許成文高雄報導